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那么我们来看在最近两周当中 全球股市相对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么台股在这两个礼拜里面 我们从礼拜五大涨了220点之后 那么这一周指数最高点来到7591点 连续两周周线都拉出了长虹 那么在上一周指数大涨195点 那么这个礼拜上涨了241点 大致上来讲台股是在一个跌升之后 现在展现一个强势反弹 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行情当中 在这两周现在的恐方指数 回到相对的最低点 所以也代表在这段时间 美国的这个在财政悬崖的问题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现在各方都在努力来面对财政悬崖 所以美国的股市在道琼的部分 现在从在礼拜三最低点 12,765点拉升到12,985点之后 那么在这个礼拜来到13,000点以上 那么美股走高之后也带给全球股市 有相当大的幅度的反弹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欧洲股市 现在在希腊的这个债务的危机 慢慢有转房的空间的情况之下 那么德国股市上一周上涨了358点 那么这个礼拜继续的大涨 在德国股市现在来到7,416点 那么它距离2009年的最高点 7,600点大致上相差了100多点 那么瑞士的股市最高来到6,828 那么它距离6,994点 只相差100多点就创下新高点 那么英国是到达5,870点 那么距离最高点6,105 大致上也在非常的接近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股市都是一片长逢大涨的一个走势 我们如果把在今年全世界的行情 稍微来回顾一下 今年是全球股市表现非常亮丽的一年 我们要看到从2007年 全球股市大涨之后 招逢到金融海啸 在07年全球股市都是一个长逢的大涨 那么到了09年开始缓弹 但是步调不一致 在去年一年大概都是一个下跌的居多 除了美股跟东协国家股市上涨之外 那么今年是全球股市大部分都是大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巴基斯涨了45.64% 那么涨幅超过两成以上 包括菲律宾 菲律宾在这个礼拜最高来到5,648点 它再度写下历史新高 泰国是涨了27%多 另外土耳其到了73017点 那么也是写下历史新高点 那么在其他的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 今天最高来到403926点 那么委内瑞拉今年股市大涨217%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看到 非常罕见的一个奇景 另外南非股市在这一波当中 它涨到这个最高点37,975点 涨到20%以上 那么在连希腊都涨了22.81 那么回头看全球股市 这一次在这两周当中创新高 除了菲律宾之外 有委内瑞拉 土耳其、墨西哥、南非 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 全球股市下跌市场 大致上只有三个国家 跌的最重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中国大陆现在跌到2000点以下了 这个2000点 最近大陆的股市价 A股产跌变一字头 那么这个一字头 有人认为要跌到1644 叫做隐清兵入 这个在清兵入关的那一点 是1644点 所以有人在开玩笑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看到在全球股市 下跌的是上证 今年跌了10%了 申俊的指数跌了14%多 另外巴西大概在平盘附近 另外越南也在平盘附近 那么智利阿根廷是下跌的 另外一个是西班牙是一个下跌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全球股市当中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财政部长说 全球股市都在走空头市场 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 那么事实上 这个说法有在商榷 我们看到 在全球股市很少像今年这样的一个 全面性的上涨的走势 那么台股在这两周 慢慢终于跟上了这个节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加钱指数的部分 现在来到7590附近 那么在整个台股来讲 在这两周里面 涨势大致上集中在 关键性的几档个股上面 这个几档个股当中 特别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市值 到礼拜五为止 它已经到2兆525亿了 那么它占台股的市值超过12%以上 那么这也是告诉大家 在国内的这个金言双雄 原来是台积电跟联电 但是两家公司后面的发展 那么刚好出现很大的背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台积电两兆5500多亿 但是联电现在是1400多亿 两家公司几乎相差的20倍 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 那么未来的投资 可能只能投资老大 不能投资老二了 那么这是在目前国内的市场当中 呈现一个特殊的变化 那么在这一周当中 所有都是跟外资的极力的买超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友达奇美店之外 大立光连续讲两周了 它第一周上一周涨了40万块 这个礼拜涨了66块 另外华硕 再来是联花科 另外是TPK陈宏 另外一金光 另外是宏达店上一周跌了8块半 这个礼拜涨了26块半 那么这一些是台股在这个涨势当中 非常重要的焦点 另外在生计股当中 也有相对不错的表现 这是我们大概在这个礼拜当中所看到的 全球股市大致上都是有一个相对好的表现 另外我们来看税制是大大影响在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表现最好的一档个股叫Costco 那么Costco的股价在礼拜四 它大涨6.29% 那么这个Costco大涨最大的关键是 它配花7块钱现金的特别股息 那么我们后来看到目前为止 包括金沙永利 今年金沙配了2块7.5 永利配了7.5 另外这个New Market的发学公司 配了25块现金股息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企业 第四季配花特别股息的公司 大概会超过100家以上 这个也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 那么历年美国股市 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布希总统在日内通过美国的减税方案 那么美国的企业的股息税是15% 但是如果在财政悬崖在这一次通过之后 欧巴马在面对现在的财政悬崖 恢复的这个新的税制 大致上原来15%的税制 要恢复到39.6 另外再加克3.8%的富人税 那么也就是你拿到股利 超过20万美元要克43.4% 这个时候很多人利用 包括欧巴马宣布在12月27号 要配花股息 这个时候大家都选择在今年 赶快把现金股利配花出来 这是美国股市在最近上涨当中 一个很大的动力 很多公司在加紧配花特别股息 也造成股价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这是在这一周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特别的现象 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再度感谢 我们李仲敬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行情有比较好的发展的情势之下 我们怎么来看在今年的 在剩下最后一个月 整个台股的行情 未来的走法 李总监好 董事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还先从美国开始谈起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了 美国股市现在又重新占回1万3 这1万3对美国来讲 还是一个重要发展的里程碑 因为欧巴马当选之后 美股一度跌破连线 也让大家对美国面对财政悬崖的问题 稍微有点担心 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 美股的强势上涨 尤其上个礼拜涨到421点之后 这个礼拜相对来讲还是有稳健的表现 从美股当中这一次的走势 我们怎么来看未来全球股市 在未来这段时间的变化 我想美国的道琼跟S&P500 是我们台湾股票市场 在走向的过程里面 暗的名都影响台股在上涨过程里面 很大的一个动能 那美股的道琼跟S&P500 尤其是道琼指数 在10月5号它大概1万3千6百点 那11月下旬的当下 它大概在1万3千点左右 这边徘徊 也就是说2012年的美国股票市场的 10月5号的波段的高点 1万3千6百点到现在的 1万3千点上下 跟S&P500平均的跌幅 大概在百分之4上下 那关键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观察美国景区的循环里面 处在什么位阶 我们看三个列股 它的昂扬的阳光面 非常的清晰 那么第一点就是 它的汽车销售 我想2008年金融海啸以权 汽车销售美国平均 它大概在100 一个月大概在160万辆 它最差的时候 连100万辆都没有 我们从今年的9月跟10月 10月11月还没完 它的汽车的销量 已经都接近150万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的指数 2012年从波段的最高点 10月5号的13千6百点 到现在在13千点 跌了百分之4的状况之下 平均SM500也差不多 福特汽车在这段时间 它涨幅百分之9.6% 它的第一个零件叫Delphi 就是供应汽车零主件最大厂的Delphi 它的涨幅也在百分之9左右 第二名的Vistion也涨幅在百分之2到百分之3至9 尤其是从这样延伸 我们看到BMW这段时间在欧洲的涨幅 也将近百分之9 所以用这样子来看 它汽车这一次的销售 已经印证了美国在三次的 QE1 QE2 QE3的 DDD政策市场 在这个时空里面 美股在13000不下 最后我看只能往上攻 就是第一个从汽车列股里面的 看法来看 它对应道琼跟SMB500指数的内容里面 它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向 第二个就是 美国的它的外贸依存度 这外贸依存度的算法 我想在老线看这个节目 很多次跟大家报告 它是分子除以分母等于外贸依存 它的分子就是进口加出口 它的分母就是 它一年里面的国内的生产毛额 这个部分台湾大概120 但是美国只有百分之29 也就是看美国经济循环里面 互书以火 你最要看到的除了七色以外 看到内需里面零售销售的状况 除了刚刚董事长提到的 Costco以外 有两家公司非常非常令人信用 一家叫Home Depot 一家叫Lois Lois是零售里面的GiY 居家商品贩售的第二名 第一名就是Home Depot Home Depot现在的股价 大概是64块美金每一股 已经到了历史高价的 68块美金上下了 Lois的第二名 已经创到历史的天价 在指数今年 从最高的到现在美国的指数跌 百分之4上加的过程里面 以零售为主的美国内需 最重要观察指标之一的零售 它这两家第一名第二名都已经创新历史的高价 跟接近历史的高价 Costco的内容更令人兴奋 所以将内容看第二个观察 美国的景气在欧巴马上任以后 它的强度 QE1 QE2 QE3的强度 所以第二个面向 从汽车到内需开始发酵 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指标 我们非常清楚看到 欧巴马当选以后 美国的股票市场 曾经大幅度的下坠 这个钱让美国的10年起的债件 从将近大概百分之7 百分之1.7左右 下跌到百分之1.5 现在它又回到了百分之1.6 金价拉到了1,720以后 现在又回到了1,720上下1,110 也就是说这个时空里面 当时害怕财政悬崖的内容里面 大量从股票市场移出了 又开始回来了 这样子的三个内容 我们印证了一个特质 就是美国的经济在往上走 这样的往上走里面 成为台股这一次 敲边股往上走的内容 我想这是看美国的内容里面 我们从它的零售销售 我们从它的汽车的销售 我们从它最近它的资金流动里面的 从美国十年期债件跟金价的移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钱已经转贪婪了 这个贪婪里面从防疫型的投资的标的里面开始移出来 就是我们看美国股票在一万三这个地方排位的时候 看到了它的汽车股的领先上扬 看到它的零售里面不只是领先 是创它这公司创立以来的天价 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内容 我相信给这个时候在 我说龙年白为 赢小龙年目前这个时空 非常非常的清晰 但不能奋摇 完全不能奋摇试听 尤其是财政部长的张部长 你不能把正所税影响台湾股票市场最低层的内涵里面 用成交量现在的内容里面 这是美国的舒坦 不是成交量在这个时空里面 因为市场里面到目前为止 台湾从气贴人上来的过程里面 就那几家鸟公司在上涨 大部分最具生命力的中小股 我们现在上柜的 有将近680家里面 10亿资本人以下有468家 如果照政府基金这样的花环 政府只是说我们也没有说不买 我不鼓励去买楼 请问上柜市场存在的意义有在哪里 在看到台湾股票市场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上柜的市场里面 用十亿资本人用政府基金来发函 是几乎告诉所有中小系列 你不要奋斗了 你按照政府的规定 到资本市场来挂牌 政府就叫人家不要买 你这些主事的操盘者 你因为一些少部分人的道德不佳 因为少部分公司里面的流动性内容里面 已经抹杀了这些按政府规定 辛辛苦苦到资本市场来挂牌 这些中小企业 台湾现在挂牌公司顶多1500家上下 请各位收看老线看世界节目的所有观众 你把资本20亿以下的拉出来 看有没有超过1000家 请问资本20亿以下的中小幸福的 这样子的内容 超过了台湾挂牌公司的量里面超过七成 你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应台湾中小企业 这样的灵魂的公司 在资本市场里面的挂牌 你不是叫他以后都不要挂牌了 那这样的内容里面 OTC的市场干脆把它关掉 我相信这是在这个价格下面 在这个资本的10亿 20亿以下这些公司 受到你政府基金操盘 主事者这种不成才的主事者的内容 这样子的发文 你几乎要埋葬台湾股票市场 最核心的 加速70%都没有20亿以下内容 这是所有的主事 看台湾资本市场 不能在最近几天的上涨的过程里面 已经忽视这个潜在的悲哀的事实 好我想周小兄刚刚提到一个 台湾的加权指数在最低点是7050开始 那么这次到7590点 大致上反弹了500多点 这个500多点当中啊 大致上我归纳出来 没有超过20亿股票 也就是这个都是在台湾相对的 比较大型的全值股 这个是拉台指数用的 我在这一期的先探周刊 特别提到台股最后的探股真的来了 一个拉指数就股市万件齐花付证所税 换句话说 这个也是在对证所税推动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投资大众说 在证所税要祭出之前 市场上对证所税的疑力已经化解了 那么这是政府在说服投资大众 要真正捍卫证所税上入一个最重要的拉台 但是这个拉台当中 我们看刚刚刚周小兄特别提到了 我们来看OTC的指数 OTC经最高点218点 调到93.69 到这个礼拜最高来到99.82 我们看到OTC的指数 现在还不到100点 所以换句话说 在加钱指数的部分涨幅算不小 但是现在这种小型股 大部都无动于衷 换句话说 今年在最近两周的大涨当中 刚才我讲的那一些重要的全值股之外 大部分的股票其实都躺在原地不动的 另外一个大概回来看看 刚刚中和松所提到的 在目前全世界的大型的公司 大致上今年都有相对好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亚洲国家的三星 这个礼拜创历史新高 144万3000块韩元 我们看到它的市值来到1918 这1918在全球科技股当中排名第五 我们的台积电这个礼拜大涨之后 它已经到852亿美金 那么在全球排名11 12名是腾讯是大陆的 脸书第43 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 台积电的市值超过Facebook 也是台湾难能可贵的成就 百度在第18 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今年的大型全资股 都普遍有相对不错的涨幅 只有Intel今年相对是比较弱的 另外日本的Canon 还有在百度今年也是相对弱势 所以大致上都是一个 在全球的调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集中化的现象 还是助着大家来注意 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 再来请教从欧洲 再到日本 再所引出来的一个投资新的变化 稍微来请教中耀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